好了 今集小弟要和大家解開一個極大極大極大的謎團 就是習總率突然之間缺席金川峰會的一個最重要的論壇 或者最重要的場合 那究竟出了什麼事呢? 小弟就認為他健康一定出了問題 一定很大劑 甚至可以說剩下三年病仔 是不是這麼多人害怕呢? 聽完就知道了 好了 看看大家 希望大家一邊看Youtube的時候 一邊可以按這個Super Thanks 或者Super Check 或者Super Stickers 就可以幫到小弟的了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Google search 到八面郵報 at Patreon 八面郵報 at Patreon P-T-R-U-N 去那裏續訂戶 或者續訂戶 也可以幫到小弟的 來了 各位 厲害了 這次 古有 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 寡人有疾 寡人好 掩飾 不是好色 他可能都很好色 不過他老婆這麼辣 都很難很好色 總之這個是老婆 寡人好掩飾 小弟說的是 習總由北京飛了一萬二千公里 由北京飛去南非約翰內斯堡 一直飛都需要十三個小時 零二十分鐘 這麼久的 他都是用波音七四七的 空軍一號那些 Air China 不過他以前都沒有自己飛機的 都是用那些 直飛十三 不是那些超音速 超音速 搞不定 都是要飛十三個小時 嘩 好狠累 七十歲人 總之很累 本身 由北京飛去南非 最大的城市 也可以叫做經濟首都 南非有三個首都 很奇怪 約翰內斯堡 也不是首都 不是三個首都之一 但是經濟首都 也是最大的城市 約翰尼斯堡 以前叫約翰內斯堡 出席金磚集團的峰會 哇 有幾十個不等小的國家 在那裏敲邊鼓 在那裏打鼓 但是 他竟然 突然 缺席 最最最重要的金磚峰會 論壇 去那裏對著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窮國 那裏窮親戚 發表演說 裝了東西 而更加詭異的是 論壇過後 習總又是出現了 他缺席了那個論壇 但是論壇之後 他又是出現了 還出席金磚峰會 領導人小組討論 繼續不點名的去剷 還沒帶剷 去看天花板 不點名 其實他在那個論壇裡 有人讀稿 都是剷的了 那只不過就是 一路一路的剷 但是他就 一天陷加 去剷 這樣事 但是那次他又沒有自己剷 要找人剷 聽完下去大家也知道的 總之嘉賀的問題是 習總消失風雨中 那幾個鐘 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是吧 很大件事的 小弟認為呢 只有兩個可能性 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國內 對 中國大陸發生了 特 法 大事件 就是很大壇的事 一定要他老人家親自 立刻 處理 不單止要親自 還會立刻去處理 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呢 習總忽然之間很狠不舒服 一定要預醫 第一時間幫他醫一醫 或者氣功大師幫他功一功 這樣的 逐個可能性說 關於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國內出了大事 這個是最多政治分析員 認為是可能的 他說有些政治分析員還說 可能是關乎中共海軍 就是傳出了 中共海軍潛艇在台海周邊 發生嚴重意外 那些船員是全部離爛這壇事的 這個是傳出來的 現在中共官方還沒有證實的 不過算一算的時間 好像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計時差 來給大家給大家 給大家一給就知道 以南非時間 比北京時間 萬六個小時 就是六個小時來看 中共潛艇 在那裡封傳出了意外 是在今個月 二十二號 即是早幾天 二十二號的早早 即是在北京時間早早傳出來的 即是南非時間 二十一號的深夜 以至二十二號的凌晨時分 出事的了 那當時了 習總呢 就應該是剛剛下了機 或者就算已經下了機了 或者去了酒店 那個時間應該是這樣的 那個座證就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央視發佈的獨家視頻 那時候是 習總的專機到達約翰內斯堡的時間 他獨家發放的時間 就是北京時間 8月22號的凌晨五點正 即是那時候已經年輕了 已經年輕了 五點之前已經年輕了 即是這樣算到五點正 去發佈的消息 也就是南非時間差六個小時 也就是南非萬六個小時 即是北京快五個六個小時 即是南非時間8月21號晚上的11點正 就靠了 靠去約翰內斯堡 所以呢 如果真是發生突發事件 要他老人家親自 兼且立刻去處理 這麼大堂要立刻去處理 應該就是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沒有發生的 因為第二天 即是22號 他才跟南非總統 這個拉馬福薩回眠 就是這樣的 跟著呢 就一起簽東西 跟著拉馬福薩 那班總長給他 那班荷蘭水蓋給他 那些這樣的事情 跟著才消失了幾個小時 然後又出現了 晚上 頭黑22號晚上 就出席金磚峰會的領導人小組 討論的嘛 那所以不是發生在那個時間的喔 是不是 即是習總在22號的下午 到旁晚的時份 突然之間消失幾個小時嘛 是不是 那就是說 由這幾個小時 應該不是他親自處理潛艇以外 這件事咯 就算是之前嘛 不會是這個時間 不是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 你處理潛艇以外這件事 可能性是極低的 是真的即使有發生 都是之前處理 不是這個時間處理 要立刻處理嘛 是不是 就是所以這樣說 至於 在這個time slot 即是22號亞洲 到旁晚 這幾個小時突然間消失呢 是不是有另外一頓大事 搞到這樣呢 但是到連習總 就是習總 年最後最重要 的一個金磚峰會的論壇 這場這麼大的show 都不惜要放棄 沒有辦法不放棄呢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就真的不得而知 他不說的嘛 但是如果很大單 都應該detect到啦 連潛艇這些都看到了 是不是政變 兵變 回不去呢 流亡啊 不疑 但是 大家須知道 那個金磚峰會論壇 但是習總唯一一場 有全體成員參與的盛大演講 在一個很大的場上演講的 而習總不惜飛行一萬二千公里 不惜直飛十三個小時 零二十分鐘 不惜這麼狠辛苦 其實最主要最主要 都要出這場大show 是不是 事實上 金磚五角其他四角領導人呢 都有在這場大show發表演講的 就算普京呢 他因為怕被國際營警抓 被人通緝 而沒有出席 沒有去到南非 沒有親自去到南非呢 都有用視頻 在這個show那裡 這個論壇發表演講 就是由此證明 這個是最重要的show 是不是 是不是 其他人沒有出現的 被羅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搞定就算了 是不是 但是唯獨是只有習總呢 臨時派這個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呢 是幫他讀發言稿 這麼奇怪的 就是 幫他讀發言稿 怎麼搞事呢 真是有些 不知道他搞什麼 而更加奇怪的是 央視和外交部 竟然隻字不提王文濤 代襲讀稿 這件事 真是很 換言之 央視 就是黨呢 黨中央呢 是不想 給十四億 同胞 十四億 強國人 知道這件事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當然也不想 一般幹部知道 最高層應該知道的 沒辦法 總之不想他知道 發生什麼事 不想他知道什麼 就是這樣 總之除非真是突發得很厲害 除非真是大談得很厲害 不是的話 習總都不會放棄這個展示 千古一帝 王者風範的 大好機會 這場大show 是不會放棄的 這麼辛苦 飛來都是這樣 都是為了這場大show 大佬 至於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 習總忽然之間 很狠不舒服 一定要御醫 第一次 幫他老人家 弄一弄他 或者找些器工大師 大軍 幫他 搞一輪 小弟覺得這個可能性又夠大 就是突然間 可能飛了十幾個小時 真的很不舒服 定不順 事關於明雅人一看就知道 習總的健康真的很成問題 首先 習總下機的時候 他走下那條長樓梯的時候 現在要展示 要揮手 長樓梯的時候 可以說 舉步為姦 很辛苦走 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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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事發布所謂的獨家視頻的時候 都要剪掉習總下機的片段 剪掉了 是要在其他媒體才看到 你騙不到人 南非那裏有其他 國際媒體 都會拍他下機的 就看到了 下機那下 真是很難算 是不是 就是這下 真是有問題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鬼搞事的是什麼呢 這個印度總理莫迪 巴西總統努拉 和代替 普京出席的 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 他們下機 就是下那條長樓梯的畫面 央視都有出 全部出光 還拍到他們一個 二個三個下機 走下樓梯都見步如飛 搞什麼呢 他們不知道的 還以為都是懂得 比較的時候 如果在外國的強國人看到 咦 習總樂機這樣 其他三個這樣 喂 央視又不出 是不是在玩狗東西啊 你 是不是玩狗習總啊 這幫人 當然有些不妥了 過了 另外一個顯示 健康有問題的場面 就是習總和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 坐在那裏見證 中國和南非 簽那些合約亞協議的典禮上面 就是王毅在前面 搞一些搞老的時候 他看著王毅簽的東西 習總即使坐在那張椅上面 都很舒服 沒有東西 但都常常睏眼睡 這樣喔 還有一個場面 就是習總之後 接受這個 拉馬福薩斑法 荷蘭水蓋的時候 這次又站在那裏 但是習總竟然 好像睡著了那麼厲害 啊 真的站在那裏 好像撞邪 這樣 摸著摸著 眼睛也欺負著 認真得人害怕 認真得人害怕 總之四個字講完 就是 四個字講完 就是 皮太盡言 如果再加四個字了喔 就是八個字呢 就是什麼呢 再加四個字 就是離死不遠 八個字加在一起 就叫做 皮太盡言 離死不遠 嘩 突然害怕喔 那他當然是中間呢 有些氣功功手 不可以 嘩 或者一些西衣 不可以打針 啊 猛仔 當然不是猛仔針 提神針 強心針 讓他可以出來 而根據之前呢 三個中共最高領導人的 旺跡來看呢 就是用政治宿命來看呢 習總恐怕 真是都是出事喔 都是離死不遠喔 甚至乎 如果看回之前 那三個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情況呢 一皮太盡言的時候呢 離死不遠呢 就是大概剩三年 即是說習總也只剩三年多 怎麼講呢 事關 先講毛澤東 老毛 老毛最後一次出席公開場合呢 是1973年10月24日 的中共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的開幕式 正式為這個林彪事件定性的 由周恩來講啊 批判林彪 那當時呢 老毛呢 都是皮太盡言的 大家不相信 可以上youtube看看 都是皮太盡言的 而三年之後 即是1976年的9月9日 都不夠三年 怎樣 即是兩年年十一個月而已 都不夠十一個月 兩月十個月 鬆一點 老毛刮柴 好了 那鄧小平又如何呢 矮仔等如何呢 矮仔等最後一次公開爐面呢 就是1994年2月10日 他出席在上海舉行的春節活動那裏 那裏 當時矮仔等呢 就幾乎連走都不走 走得動的了 跟他的女兒講啊 鄧林 鄧什麼 鄧小林 做什麼呢 他講呢 總之他女兒講 就是 哇 那時候這樣走到的了 我扶著他 下職那種 所以之後就沒有再出席公開場合了 即是健康的問題 那三年之後 捱捱那些喜功師傅 那些喜功師傅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呢 三年之後 即是1997年2月19日 他剛剛三連連九日 1997年2月19日 真是十九 他有小子 矮仔等去見老毛 一齊 互道近況 怎樣啊 你終於死了 那麼多人死不見你死 都說終於見你死了 就這樣 好了 至於江澤民大隻江 最後一次露面 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就是2019年10月1日 中共見證七十週年大月兵 當時大隻江呢 就以人參賦 才上到這個天安門城樓 走都走到 又浪起他 而三年之後呢 即是2022年11月30日 那他都是三年零兩個月左右 三年零兩個月左右 那大隻江呢 就永遠躺平了 好 那好啦 如果習總的政治宿命 都是這樣的話呢 那就意味著 三年後的今天 即是大約呢 2026年的八九十月 八月九月十月都行 總之2026年的秋冬之間 大家就可以看到家鄉 你說多好呢 當然啦 以習總很快就可以出席 這個金川峰會領領小組 討論來看 即是他中間幾個鐘呢 幫他借一輪的特異功能呢 那習總的健康情況 或者未至於 好像當年的老毛 老等 和大隻江這麼嚴重的 但是正所謂 古語有雲 作藝 心勞日絕 你經常弄虛作假 經常在這裏做得 傷天害你多呢 你都 你的命仔都不會長的啦 心呢 很勞累 日絕 越來越撤裂 個人呢 越來越 就是窮途末路 窮途末路 這個意思 那習總看法都不可以等很久的了 不可以等得很久的了 要看法 就算不是三年 最多都五年 照計三年都差不多了 二零二六年的中下巡 差不多了 怎麼說都好 總之 大家 肯定可以等到這一天 總之 大家 一定要 一齊 繼續 撐撐撐撐下去 共勉 好 今集都算 好消息 好消息 總之 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小弟 去Google search 八五郵報 patreon 八五郵報 patreon 去那裏 做訂戶 或者繼續訂回 總之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